Hello大家好,我是尼克奇古,好久不见了 那是我录了好几支视频,还没有来得及剪 但是我今天还是想,因为有时间还是想再录一支视频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哪支会先剪完,哪支会先发 这支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2017年的最后一支空瓶 然后东西其实挺多的,就是这么一大盒子满满的都是我的空瓶 那我就觉得也算是对2017年的一个总结了 因为很多东西可能我一开始用我觉得好用 可能用到后来就一般般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我能把它用到空瓶,我就觉得是能好好的从头到本的体会这个产品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体验啊感受啊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 那我就想着2017年马上要结束了,现在已经12月末了 就想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17年就是最后的这一支空瓶 我都用光了哪些产品,其实里面有好多都是我的真爱 有好多都是比较雷的,有爱用的有不爱用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我先从正装的产品开始说,因为这次很多正装的空瓶 第一个要说的呢是这个卡湿的这个洗发水 然后它就是产品的名字我会稍后打在信息栏里 所以就是大家先这么看一下 就是这个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是专门是针对头皮屑的 然后这是我买给果母用的 然后它是点名让我回购的 它就说可能对于头皮屑来讲 没有说特别特别大的帮助 但是确实是它觉得这个味道很好闻 实用感很好,很好起泡 然后就是 就是哪能把头发洗得很干净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用过别的它就觉得别的可能味道不好闻 或者别的就是不起磨 这个的话就是实用感很好 很温和,不刺激头皮 然后对于就是去泻效果来讲可能稍微差一些 但是就整体来讲是它会想要回购的产品 好,再下一个要说的呢 是奥伦纳素的豆腐霜 是奥伦纳素的豆腐霜 然后这个豆腐霜是我觉得是可以 你看全都挖完了 是我觉得可以上年多大赏的碗霜 我就觉得对于我这个大干皮来讲 我觉得很,它质地很厚实 然后就是很好推 然后就是擦得凉之后很保湿 就是很温和 然后也有一定镇定修复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用 然后它价格 我那是土奥斯芙兰八折的时候 买大概144刀 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很划算 但是就是也还行吧 就是这个价位我觉得是我可以成 比较可以承受的买一个 好好投资一款碗霜的价格 所以这款奥伦纳素豆腐霜我非常喜欢 我会回购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LAMARE的这个精粹水 这个就是我的万年回购 真的是属于真爱抗敏修复的化妆水 就是抗敏修,就是脸上过敏的时候 我直信赖它 只用它一样 过敏就会好得很快很快 特别喜欢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一个这个是Omora Wixa的这个 它里面的这个黑色膏 已经被我挖完了 是Omora Wixa的那个卸妆膏 我一开始用我觉得不错 就是跟EVLAM一样好用 但是我后来就越用越不喜欢 越用越不喜欢 我觉得它首先 首先我觉得EVLAM它搭配那个马自林布 我觉得我用完了之后 有一定去脚质的效果 所以我就觉得洗完了之后 脸很滑很嫩 然后就是皮肤状态会有变好 就是有深层清洁的效果 但是这个我觉得清洁力没有EVLAM好 然后就是用完搭配它的那个洁面筋也好 或者是搭配马自林布 就是EVLAM的马自林布也好 我觉得效果都要逊色于EVLAM 但是它价格又比EVLAM贵 所以我 我觉得就是属于对不起 就是它不难用 但是它对不起它价格 而且我也我觉得 我不会回购了 我会回购EVLAM 不会回购这一款 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自生堂的化妆棉又空了一个 这个就是属于 在土耗非常好买 然后它本身就是也挺好用的 就用着也比较温和 不会说掉屑屑 也不会说很摩擦 太过于粗糙 摩擦皮肤什么的 所以这款我还是很喜欢的 然后现在我在用无印良品 我觉得无印良品的可能性价比更高一些 但是这个也很不错了 那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Herb Award的这个 玫瑰 就是Coconut 就是Coconut Oil Body Polish 这是属于一个西瓜蛋糕 就是有淡淡的玫瑰味那种的 甜甜的玫瑰味的身体磨砂膏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我觉得我会回购 但是就是 你就是说它效果来讲 我觉得不是属于那种无可代替 但是它味道确实很好闻 所以我很 就是我对这款产品很有好感 我觉得我会回购 那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Kombita 就这个玛努卡的蜂蜜 五加的这个 然后我这个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囤的 然后它是500克的 我觉得就是 是我会一直持续稳定回购的产品 就是它的养 我觉得就是 因为要打折 就是大家一定要囤货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差不多就会打折 圣诞节之后到元旦之前吧 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应该会打折 但是不打也 就不打也别怪我 就是我去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打折了 我觉得它就是有养胃的功效 然后五加是属于最入门级的 还有十加 十加可能就有治疗功效 其实我觉得我胃不太好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 吃早饭吃的不及时 这样持续的时间 可能胃就会不舒服 我就会早晨的时候用那种温水 温水再稍微热一点吧 别太热 然后拿挖一大勺 冲一杯喝 我就觉得 确实会让我的胃感觉很舒服 就是喝几天之后 就是胃不湿的情况 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善 就是本身就很好喝 然后它有氧胃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我会持续稳定回购 其实我很少在我的美妆视频里面 提到食物 但是这个我真的是很喜欢 我觉得我会 就是一直持续回购下去 再接下来要说到呢 是这个成眼医生的 这个收毛红水 我真的觉得它 这怎么能好意思 叫收毛孔水呢 因为真的 就是一款爽肤水 你怎么可能收得了毛孔 但是就是 就效果来讲 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 就是有二次清洁的效果的 爽肤水吧 就是我是搭配 亚曼的那个10T来用的 我觉得它效果还不错 然后它本身味道也蛮好闻的 上脸也很清凉 我觉得中规中矩吧 就是可回购可不回购 我比较无感 就是为了搭配那个亚曼的10T用嘛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非它不可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OMORO WIZA的 这个OMORO ESSENCE 这个我已经入了一瓶正妆了 我非常喜欢这款化妆水 就是真的是 我觉得是 我日常早晚都可以用 特别日常的化妆水的首选 可能LAPARIE那款也很好用 甚至更好用 但是它的性价比来讲要稍微差一点 因为那个比较贵嘛 用起来比较心疼 但是这个的话 大概140到一瓶 100ml 我就觉得 就是是我可以承受的 这个范围内稍微贵一点了 我觉得是 日常用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够保湿 然后又够清爽 就是虽然清爽 但是又很保湿 就是早上化妆的话 也不会就是 太耽误事 然后晚上用的话 就觉得保湿力也很够 很够营养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款化妆水 正品 正妆的话 我觉得会上年度大上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 哎呀 我怎么刚才开始说小样 我又说回正妆 说回正妆 这个是OMORO WIZA的 这个 Queen of Hungry Mist 是皇后水喷雾 然后我觉得它味道非常好闻 然后喷头做的也比较细密 唯一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它用到最后剩 其实没有剩的很少 最后剩这么点的时候 它就开始喷不出来了 这个喷头就废掉了 我就只能 我就只能把它拧开 这么倒着当化妆水来用了 这一点就让我觉得有点不爽 因为别的化妆水 我觉得用 就是真的能再用一用 才会出现那种情况 它还剩一些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 除了那个之外呢 我觉得无可挑剔 我非常喜欢 跟La Mer的那个 La Mist是可以并列 就是是我心中的真爱喷雾 就是有镇定舒缓 有效果 又很够保湿 我觉得是 其实我觉得 可能喷雾来讲 你好像不能对喷雾要求很多 但是我觉得 它 就真的是做到了 我对喷雾所有的诉求 就真的很喜欢这款喷雾 就是味道好闻 然后喷上脸上很舒服 又很够保湿 然后有镇定舒缓的效果 我很喜欢这款喷雾 再下来要说呢 是La Mer的这款喷雾 同样的就是味道好闻 很够保湿 然后擦在脸上很舒服 有镇定舒缓的效果 这款我也非常喜欢 如果硬要选的话 我可能更喜欢La Mer这款 因为我觉得喷头可能做得更好一点 再下来要说的呢 是Clinic的这个眼唇卸妆液 我觉得它 就是缺点嘛 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瓶口 是属于这种大瓶口 就到的时候可能会容易失控 除此之外 其实没有什么缺点了 而且它的这个瓶子 扭上之后是这样的 你就拧不开 你得按压拧才能拧开 所以我就觉得 出门旅行带也比较方便 缺点的话呢 我就觉得可能性价比低一些 就是同样好用的情况下 欧莱雅的那个更便宜 所以我就觉得它 我可 就可回购可不回购吧 我也不是非要回购 但是它确实不错 再下来要说呢 是一个防晒的产品 就是这个戴科的AG的这个防晒霜 哎呦 我的时候我都忘了 给大家好好看下产品了 这个防晒霜我非常喜欢 就是也是属于无可挑剔 就跟我的所有的底妆啊 保养品从来都不打架 从来没有出现过搓泥的情况 是属于我非常安心的一个选择 然后它味道又是很好闻的那种 肥皂水味 我特别喜欢肥皂水味 或者就是那种护肤品 就是这种护肤品 是放到 就是肥皂水味的 我超级超级喜欢 然后它就是 SPF50加PA4 PA4个加 就是防晒力度也很够 然后质地又属于 就是够保湿 但是又不会说过于油腻 就是质地也很好 就没有什么可挑的意思 只不过我已经用光了 两瓶了 就有点用腻了 我觉得是值得回购的产品 但是近期应该不会回购了 因为我就觉得日系好用的 花卷防晒有很多选择 我想再多尝试尝试 但是这个我都已经是回购品了 就是属于确实是证明 它真的很好用 再接下来我说的呢 是这个 Christophe Rebound的 这个海盐的洗发膏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我觉得是我的真爱 洗发产品了 哇这个视频里面 好多真爱 这个就是 它挖一坨 它里面有那么大的海盐颗粒 我觉得就是超级好起泡 然后冲洗完之后 我就觉得头发很清爽 就洗得很干净 我用它洗头 比我用所有的 就是属于我日常 天天用的洗发水来讲 更晚出油 就是控油效果要更好 就是可以让我头发清爽 持续时间更长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 这款洗发膏 那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Eve Long的这个 卸妆膏 这也是我的真爱卸妆膏了 我就觉得非常 清洁力度非常够 然后同时 就是它味道是属于那种 这个特别精油的那种味道 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很治愈 然后我搭配它家的那个 马自林布热敷之后 我就觉得就真的是 可以把脸洗得很 洗得很干净 然后就是它搭配那个布 它有去角质的效果 同时我就觉得 它这个膏体 加上温度这么一融化 我确实觉得可以 把我的脸洗得很干净 可以真的让我放心到 后续不搭配 二次洁面了 非常非常喜欢 这款卸妆膏 就是也是会持续稳定 一直回购一下这个产品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Christophe Robond的这个 蓝莓抗氧化洗发水 然后这个我一开始用 我觉得很惊艳 可能用到后来就觉得 好像一般般 但是它也不难用 它还是很好用 只不过觉得 它可能用量稍微废一些 因为它挤出来 是属于那种乳液的质地 所以我可能要按压五泵 才够洗我一个短头发 嗯 但是真的是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缺点 我觉得也是可以洗得很干净 洗完了之后就是属于 头发也很清爽 然后也很够保湿 就是发烧也不会觉得干燥 只不过可能 这一瓶用下来之后 有点腻了 我应该会尝试 它这个牌子 其他的系列 但是这个真的蛮好用的 我就觉得 就是一开始用经验 但用到后来 就是属于可能 稍微一般一点了 但是也还是很好用的 一款洗发水 就这个 对叫 就这个蓝莓抗氧化的 这个洗发水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一个洗刷灶 好像是玫瑰味的吧 就是这个牌子叫什么 Apofy Carry嘛 就是反正就是 Beauty Lins上卖的 这个洗刷灶 然后就是 它打开之后里面 就是这个 灶就是在这里面 然后你把刷子进去 打圈蘸一下这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它味道 其实它味道就是属于 满好闻的 那个肥皂的味道 但是其实我觉得 它洗完了之后 刷子会有一股 说不上来的那股 难闻的那义味 就是它洗的时候 就包括我现在 闻这个香草 我觉得是好闻的 包括它洗完之后 刷子上的味道 也是好闻的 但是晾干了之后 我就会演变成一股 有点发solo的那种义味 我就很不喜欢 但是就是我觉得 它清洁效果也不错 只不过 应该像 应该像对于搭配 就是这种刷子来讲 就很笨重的 就是没办法用这个 遭洗了 其他来讲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 也是可回购 可不回购吧 我觉得就是 就效果来讲 回购也无妨 但是就是 我还想尝试尝试别的 我相信别的 应该也不差 它也没说好到 就非它不可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Omoro Wixa的 这个 Balancing Moisturizer 这个我之前说过 很喜欢用的时候 有小伙伴跟我反映 说他用这个会搓泥 但是我用下来 我觉得 我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可能就是 搭配的其他的产品吧 防晒 或者是之前的爽肤水 什么的 可能因为我搭配的 都是跟它不打架的 所以就是 没有出现搓泥的情况 我觉得还不错 是属于一个 我很满意的 日霜的选择 我觉得用了它之后 也是属于可以脸 镇定持续保湿 然后也比较清爽 一整天 嗯 对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棒的 日霜的选择 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Dermalogica的 这个Special Cleansing Gel 这个我就是 就是我说的 我觉得是 戴科 AQ精致截面露 或者是 Omoral Wixar的 那个 蓝色高体的 截面泡沫的 一个评价代替品吧 就是属于是 氨基酸截面里面 洗完了 没有 就是可以冲洗的 很干净的一款 氨基酸截面 然后特别 我觉得是一款 不错的 沉浸截面的选择 但是可能 我觉得 跟那两款比 还是稍微逊色一些 是属于 我觉得贵国会穿插回购的吧 也是属于 就是好用 但是不说非它不可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一款 我很喜欢的 护手霜 我觉得 我觉得很显为人知啊 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 Bi-Rido的这个 Blanch啊 还是Blank Blanch的这个 护手霜 然后这个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Bi-Rido的这个 护手霜 但是这个味道 我当时觉得好闻 我用到后来 我就觉得 有点太香了 香味太浓烈了 就是 我擦个护手霜 我周围的人都是 嗯 你擦了护手霜 就这种感觉 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这个点 我觉得有点不太好 我可能下次会选择 它 就是这款护手霜 香味不这么浓烈的 但是我就是说 它的效果来讲 它膏体很厚实 然后保湿效果非常够 滋润效果非常够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质地 本身是非常好用的 护手霜的质地 只不过这个味道太浓了 虽然好闻太浓了 我可能之后会尝试尝试 它加其他的 就是味道稍微淡一点的 我非常喜欢这款护手霜 就这个 就这个 Buried of Blanche 它有好多味道 但是MECA 反正Central的那个 Meyer的MECA 它 哦不是Central的Meyer Meyer Burk Street的那个Meyer 的MECA Cosmetica里面 并没有摆出来 你要管柜子也要 你说你要买 它家的护手霜 从柜子里给你拿出来 你就可以选了 嗯 它没有摆出来 然后再接下来我说的呢 是这个 Dooey Dooey的这个 防晒霜 然后它也是SPS50 加PA4 这款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雷 我真的好不喜欢 这款防晒霜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之前还说过 我还蛮喜欢 因为当时可能搭配的 就是那个 护肤品 没什么问题 这个真的是 动不动就搓一次泥 动不动就搓泥 我真的是 哎呀 我就觉得 如果你防晒霜搓泥的话 真的是非常大的困扰 你说你怎么办 就比如说你可能 你擦完防晒霜了之后 你上完了底妆了 其实你可能已经比较赶时间了 已经没什么时间了 然后你发现你搓泥了 你还要把你的妆卸掉之后 重新洗脸 重新再化 重新再上保养品 再重来一次 我觉得非常耽误时间 它不是每次都搓泥 但是动不动就搓一次泥 就真的是很困扰我 其实这个我没有用完 我觉得剩的量 应该还够用个十天的 但是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我不想再用了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我真的太不喜欢了 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在推荐呢 这个明明就是很雷啊 会搓泥啊 我太不喜欢了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欧莱雅的眼唇卸妆液 这个也是属于我每支 空瓶机都会出现的产品了 好用好买 温和 回锅起来很方便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 欧莫莱维莎的 这个洁面 但是我这个是属于一个 比较大支的中样 哎呀 这怎么今天 中样 cleansing 它就叫cleansing foam 然后我再挤出来 是属于淡蓝色的膏体 我觉得就是味道非常好闻 嗯 味道就是属于 它家一贯的味道 然后就是冲洗的很干净 是属于非常棒的 一个沉浅洁面的选择 我一定一定会回购 我非常喜欢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接下来好像没有什么太正装的产品了 还有些面膜什么 接下来是一个 雅诗兰黛的小冬瓶眼霜 这个一开始我还蛮长草的 因为我看好多博主都在推荐 但是我用下来 我就觉得它属于那种 介于霜跟褶离之间的质地吧 是属于比较厚实的那种褶离质地 我就觉得我没用啊 我用下来没有任何的感觉啊 我觉得它保湿力度很不够啊 反正我不喜欢 那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小棕瓶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这个小棕瓶我之前去 我之前去哪儿旅游的时候 就有人赠给我过这个的试用妆 我当时用了就觉得没什么感觉 后来我看大家都在说 这个小棕瓶修复效果非常好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说实在的 因为我对它印象我就不太好 但大家都说好 就有点动摇了 然后再加上我用了它家的钢铁侠面膜 我就觉得哇太好用了 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时候钢铁侠面膜 含半瓶小棕瓶精华 我就觉得小棕瓶好像是挺神奇的 它做的面膜都能好用 它本身肯定也好用 所以我就想着回购一瓶吧 我就想着买一瓶吧 买一瓶之后 它有赠给我这个小药物用 我还是觉得很一般 没有任何的效果 我没有任何的感觉呀 我就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好用 好用在哪儿 我没有感觉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CPV的疫情海绵 这就是放时间长了之后 它就会开始变得干裂 变得没法用了 所以就扔掉了 但是我就觉得它也是属于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上妆工具 但是现在回购起来不方便 所以就不会回购了 暂时不会回购了 我觉得是值得回购的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Hourglass的这个定妆粉 的两个的duo 一个是diffuse the light 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 圣诞限定的Hourglass圣诞限定盘子里面 带的那个光泽蜜粉 是我觉得我的真爱光泽蜜粉 用了它就是有的底妆可能刚上去你就觉得有点一般 但是你加了那个定妆蜜粉之后 你会觉得哇 皮肤光泽感超级好 而且就是它也有一定的控油效果 虽然它光泽感好 但是不会说是那种泛油光的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这款定妆蜜粉 我是属于用了它之后 乖乖的去入的那个圣诞限定盘 然后这边这个Mood Light 我就觉得就不适合我的肤色 不适合我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色调还是什么的 它很红很红 就你拿它当腮红也不对劲 拿它当全脸定妆也不太可能 就是真的我不知道它干嘛用了 应该是给这样的这个肤色的这种姑娘用的吧 反正我没办法用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几个这个惠之本铺的这个 惠之本铺的这个面膜 然后我一开始用了一片 我不是说我觉得太无感吗 太不够保湿了吗 太没有感觉敷了跟眉敷似的吗 我用了三片之后 我仍然是这种感觉 就还是觉得敷了跟眉敷似的 这一点效果都没有 然后这个是属于给足部排毒的吧 这个是果奴用的 然后它觉得没啥效果 然后就告诉大家没啥效果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两片这个Hachi的这个面膜 这是我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保湿面膜 但是因为它比较贵 所以我回购起来是有压力的 应该不会说那么持续稳定一直回购 我觉得还是属于有机会会回购 真的很好用 但就是太贵了 七八百块钱六片 真的太贵了 但是我觉得它的效果是值得回购的 我会回购 但是不会回购的那么贫 因为它比较贵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 这个有一个 亚世拉赖的这个小松瓶的这个眼膜 我觉得太无感了 我又用了 又还是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 是这个 高丝的这个黑色的面膜 它下面写了一个白肌 我不知道它的正常名字叫什么 它就是这种黑色的这个 哇 这个真的超级累 超级超级累 它用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属于那种能对毛孔有比较好 它说对抗毛孔干燥问题 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对毛孔可能比较好 用了它 我一拿出来就酒精味超级重 而且它里面含碳 我一开始以为会有就是清洁的效果 就真的是酒精味超级浓 敷在脸上真的很刺激 刺激到 我无法忍受 无法就是敷够它这个十分钟 我敷了一会儿 我就立马拿下来 我实在受不了 然后把脸洗了一下 我觉得太刺激脸了 我觉得敷时间长了 我绝对会过敏 不喜欢 太累了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是这个爱天然 爱天然的这个的保湿面膜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的真爱 日常会回购的保湿面膜 刚才那个Hachi那个 虽然是比它要更好用 但是实在就贵一大截 这个是属于200块钱上下6片嘛 我觉得是属于我一定会稳定持续回购的 就是冷不定拿出来敷一片 就哦好 还是好好用 就不是说有的产品是属于那种 一开始好用 用到后来就觉得一般了 这个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敷 什么时候都觉得好用 这个和Fanko那个都是属于 我并列在我心中的 真爱日常会持续稳定回购的 保湿贴片面膜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是这个 Omoro Wigza的这个清洁面膜 这个我就觉得就太一般了 太就是温和 没有就是清洁效果太弱了 我还是想回购EVLOM 这个的话我应该不会回购了 就不难用 但是就是属于效果 太对不起价格了 然后这个是那个 La Parade的Essence in Lotion 哎呀蛮拿烦了吧 Essence in Lotion的这个 一个中样 10ml 是我的真爱 爽肤水 但是因为它价格比较高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不会那么持续稳定的回购 我现在有一颗正装 就刚开始用 还没有用很多 我觉得其实它消耗起来比较慢 我觉得预算够的话 我真的很推荐 但是就是属于还是属于就是价位比较高嘛 回购起来还是有压力的 但是就效果来讲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接下来要说一款香水 这是啊 这是Jo Malone的那个玫瑰味的那个香水 叫Red Rose 我非常喜欢这款香水 我觉得就是 我虽然是玫瑰控 但是我对玫瑰味的香水 还是很挑剔的 很多玫瑰味的香水 我都不喜欢 但是这款我很喜欢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时间长了之后你闻它 我觉得很多香水可能一开始 就算一开始不好闻 但是你是过了 可能过两天 过一天啊 不是过两天 过一天啊 你再闻就 哎好像比刚涂要好闻 但这个就是属于刚涂很好闻 到后来就没那么好闻了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 我觉得我会入正装的 就是这个红玫瑰的这个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Orib Orib 还是Orib 的这个 这是Beauty Leash赠给我的 它是这个黄金系列的这个 修复 嗯 修复的这个 保湿修复的这个 洗发水的护发素 我用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有点一般 但是我有入这个洗发水的 正装 已经下单了 还在路上 我觉得有点一般 就是保湿效果 没有说特别明显 我也不知道是我用量不够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打算给 再给它一次机会 入正装再试一试 因为大家都说特别好用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嗯 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吧 是那个 CPB的 金钻粉霜的 试用装 然后我的这个是 10的色号 应该是属于第二白吧 哎呦 我觉得可能是我黑了 还是怎么样 我用它 我并没有觉得它颜色很深 我觉得很适合我的肤色 可能我过高的 过高高的自己的白皙程度了 可能我用10也能用 并不是非得用00 我觉得它很自然上脸 就是 哎呀 反正这个我有拍底妆测评视频 我一定会发的 大家看我的底妆测评视频就好了 我一定会发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LAMARE的 8分钟 8分钟面膜 这是之前买东西的时候 送的 就是我就觉得 LAMARE 反正在 你在摸 也在看不清 反正就是那个8分钟面膜 The Intensive Revitalizing Mask 就是属于新生 还是属于那种很深层新生 那种感觉 反正一点效果都没有 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不管是就是 带着它睡觉也好 还是说8分钟之后 把它洗掉也好 就反正怎么用它都不好用 怎么用都没有感觉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OMORAL OMORAL Facial Oil 就是这个我有入正装 就是OMORAL 它家的那个面油 我很喜欢 我觉得它保湿效果很够 然后也不是说过于油腻 吸收的也蛮好的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参天的这个 FX的这个 NEO 就是眼药水 这个你看 好浪费啊 我用一点之后 我就又扔一边 忘了 然后过了时间了 我就没办法要了 就只能扔掉了 我觉得非常 我非常喜欢这种清凉 就超级清凉的眼药水 我很喜欢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O-SUDAN的这个护足霜 我觉得真的太鸡肋了 就太 你这种保湿力度 你擦手都不够 你更何况擦脚呢 我就不明白它的存在 O-SUDAN 真的没有任何东西 真的什么都不好用 我就敢这么说 O-SUDAN 我用过的所有东西都不好用 我用过的啊 我没用过的 我不敢说 再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 3的这个平衡的卸妆油 这个我一开始非常涨草 超级涨草 简直就是 简在鞋上不得不发了 特别想买 但是用了这款 小样之后 我就觉得太一般了 不回购了 就很一般 就是用完之后 磨感也不是说 特别特别轻微 因为很多其他的卸妆油 我就用完了之后 磨感都比这个低 但是这个搭配个洁面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就觉得 太一般了 就没有那么值得回购了 就用了得了 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是那个 Verso的这个眼精华 这个 他说有一个什么 Retino Retino 8 这个好像是成分特别特别好 然后这个是 我在麦卡买东西的时候 他会赠给我 就是你自己选 结账时候选小样子嘛 我就选了这个 还有几片 我用着我觉得特别特别行 我好喜欢 我就觉得用了之后 眼下有麻麻热热的感觉 就 你觉得它有什么效果 好像没有什么看到什么效果 但是你就是 它有点感觉 就让你觉得好像还不错 就是味道很好闻 然后滋润度也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是我会入正妆的产品 然后这个我看 别的小伙伴用完之后 也跟我说是个好用 给我种草 所以这个我一定会入正妆 然后再接下来要说呢 是这个 柑橘去霞 敷面膜 是这个ASOP的这个面膜 我觉得 我觉得ASOP买东西 应该都会赠小样吧 反正他有一次没赠我 我就说你怎么不赠我小样 结果他就 他就说你想对什么感兴趣 我说你给我试试你家清洁面膜吧 因为我 因为我 清洁面膜说实在的 我比较 心里比较想回购的 除了衣服 我们其他的 我都觉得很一般 很一般 所以我就还挺想试试 他家的清洁面膜 因为之前有博主跟我说 不是跟我说 有博主分享说 他家清洁面膜好像哪一款 特别好用 然后我就说我想试试你家清洁面膜 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他说干皮 比较适合 但是我用下来 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有效果 雷到不至于 就是没什么效果 然后这个是这个蓝杆菊 保湿面膜 这个也是说用了没有效果 没有感觉 就是哎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 Aso家东西怎么这样啊 然后再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香芹子抗氧化清洁面膜 这个我用着也没啥感觉 再下来要说的这个呢 是天竹葵身体劫肤露 这个还不错 正是属于他家的一个 哎呦 我刚才上面张得有点脏了 我就不拿给大家看了 这刚才那个身体 就是属于天竹葵的那个沐浴露 我觉得还不错 是属于我会考虑入症状的 因为我觉得Aso他家的这个 身体洗护系列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味道就是属于很 就包括洗手液啊 沐浴露什么的 味道非常的天然 草本 就不是属于正常那种花香 但是就是觉得很 就是很草本 很天然 就没有那么多人工的感觉 就非常喜欢 然后再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苏库的这个的保湿面膜 我也没什么感觉 也不会回购 然后刚才那个苏库的面膜 叫啥面啊 哎呦 掉下去 苏库的这个保湿面膜 叫Moisture Rich Mask 没什么感觉 这个是BA HBA的这个乳液 对对对 我这个超级累 我一开始我超级长草 HBA系列 我真的 因为就因为它比较贵嘛 所以就算你先长草了 你也不会说立马去买 然后再来还是很长草的 然后这个就正好是买东西的时候 赠给我了嘛 包括他家这个水啊 这个lotion 哎呀 这个lotion 这个没有 这个lotion非常非常好用 这lotion超级滋润保湿 擦个脸上很舒服 这个是我一定会入症状 这个milk 我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油 巨油 我 我不知道 因为我已经是干皮了 我不知道它给谁准备的 沙漠 超级沙漠皮 冬天 深冬的时候用嘛 太油腻了 就真的是没法用啊 就用完之后 脸很闷 很油 而且这个油腻感 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弱的 第二天起来 我也不觉得我皮肤就是多么好 多么就是 焕然一新的感觉 就是很油很腻的感觉 不喜欢 幸亏 幸亏赠给我了 你说要是真的 试着劲买了 然后还不好用 你说我多难过 然后再下来要说的呢 是这个苏库的 这个light solution lotion 是属于一个化妆水 我觉得也挺一般的 不会入症状 然后再下来要说的呢 这个还真的是 这个牌子我一开始 它是叫June Jacobs 是属于一个什么 Spa Collection 应该是属于 沙龙级 就是属于那种 Spa那种感觉的品牌 它叫Cranberry Pomegranate Moisture Mask 就是属于一个 蔓越眉 什么什么的一个保湿面膜 然后 然后我觉得很好用 这个保湿面膜 是属于那种敷的保湿面膜 我觉得我很喜欢 我会入症状 这个June Jacobs 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牌子 然后之前 斯福兰买东西结账的时候 贵姐就疯狂的 往我盗里塞小样子 就塞了一个这个 我当时还就觉得 我当时你知道吗 我当时心里发了个白眼 我看斯福兰怎么这么 这么 不咋地 就是这种 好像三无的山寨牌子 你倒是挺大方的 后来一查 发现她家产品还挺贵的 这还是个好牌子 就觉得自己 以小人之心肚君子之腹了 然后这款 晚上我用下来 确实觉得很喜欢 保湿效果很好 敷着很舒服 这个是我会入症状 我对这个牌子 还比较有好改 我当时试试 大家其他的面膜 真的是自己 自己很太小心眼了 然后再加上 说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 OMO Essence的那个小样 这个就是我在MECA 因为我真的很感兴趣 但是140刀一瓶 就爽肤水 就是也挺贵的了 然后我就想去 要一下小样试一试 要小样试了 我发现真的超级好用 就擦在脸上就很舒服 然后就是感觉吸收的特别好 然后擦完之后也很保湿 我就立马去跑去入症状了 毫不犹豫 所以我就觉得 MECA这种药小样的 真的很好 就是 就很多东西 其实你试一试 不好用了 你就不用买 好用的话你再买 所以我特别喜欢 在MECA买东西 好了 已经空了 这就是我这一支超长的 2017年最后一支空瓶 就是最算是最2017年 稍微画点句号吧 因为我还有大赏 没有拍 拍完大赏 就彻底画上句号 圆满的句号了 那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 感谢大家的耐心 感谢大家就是这么包容我 我就是有的时候脱更 大家也不离不弃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